玻璃市亚楼的这个国会议员沙西弹早前卷入了一宗涉嫌非礼15岁少女的案件 那虽然报案几个小时之后 这名少女呢就已经向警方销案了 而少女的父亲呢也声称这件事啊已经获得良好的解决 不过总检察署展开调查 并且在昨天晚上呢决定在今天把沙西弹给提控上庭 但据了解啊作为被告的沙西弹却因为人在卖家朝圣缺席面控 而法官也在主控官的申请之下向沙西弹发出了逮捕令 针对地庭向前首相署部长兼部理事亚楼国会议员沙西弹发出逮捕令 虽然沙西弹的代表律师申请撤销 但并没有获得批准 他的代表律师表示自己是在尽早抵达法庭时 才知道地庭向沙西弹发出逮捕令 他认为这起案件涉及政治人物应该提早通知 律师也透露沙西弹并没有逃跑 只是刚好身在卖家朝圣 不管怎么样 法官已经责定这起案件将在下个星期一开庭 并预令沙西弹必须出庭面控